我们接着要讲第十章就是文学艺术的兴起和范围 我们讲在哲理教育方面 因为教育兴成了 自然文学艺术会增加 因为朱子百家 朱子百家有不同的文化艺术亦都产生了 其实我们看回在甲骨文的时期 已经有很清楚的所谓散文 即是文章 文章其实是民意再道 讲道理或者讲一些东西 那就写下它 提到一些专门的人 贵族才可以读书 才可以写字 在那时候负责骨文的巫师 他们都要读书 还有一样东西 除了我们讲的所谓散文符细之外 商朝下商周 商朝很繁明 尤其用格骨文最多的就是商商代 商有两个解释 一个音乐 一个商人 商人买卖要什么 说商业朝文 你货多少钱 除了货换货之外 还写下它 今天我和你用三只羊 换你两只马 那你要写下了之后 那我们 为何那只羊在羊下 你过来交货才可以 可能或者迟几日呢 或者迟一个月呢 或者运上来呢 那又要怎样 可能写一些条文 那你那条文 不是说 那么简单的 虽然可以少到三四个字 最简单的开始 但是 越来越复杂 商业越复杂了 可能 三只羊 就加两匹布 先换我三只马 可能是这样 那要写多些了 详细 整到那个所谓商业条文 越详细 就是其实是什么 那个写作呢 越成熟了 写作越成熟 除了商业条文 如何 记录呢 历史呢 第一 这个 我们看一下周书 周书 尚书里面的周书 尚书就是本历史来的 那就是说 记录历史就要很详细了 唯因先人 有冊有典 直到殷朝 殷商时代 那些人 很清楚的 原来商朝的人 很清楚 有冊有典 冊是什么 冊是记录 那些冊 书冊 典呢 就是典籍 即是说 很重要的事情 先为典籍 先搏进去的典籍 拆就是本宫记录 那时开始是什么 他们很喜欢详细记录 所以中国人很注重历史 可以说由商朝的时候 有个上书的记录就很详细了 那就是看到 这个文字记录 文艺记录是什么 是一个成熟了的阶段 我们讲历史 都要写得好些 那别人才会看得很清楚 利鬼 在那些 那些 那些 铜器 鬼 钟鼎 盘藏鼓 很多文章是记录什么 为什么要送皇帝 赐个名给你 送顶给你 因为你做了一件好事 他就在顶上 黑了一篇文章 就送给你 赞扬你 譬如说 你保卫皇帝 或者做了什么好事 那他就写了上去 黑黑 在那 上书就是这样说 就是一个三代的历史 春秋 我们讲春秋是什么 一般现在讲的春秋 就是老国的历史 因为有座传 有公羊传 后面有春秋 但其实 每一个诸侯国 都有自己的春秋 一春一秋 就是一年 一春一秋 一年 一年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春秋就是历史的 没有历史的名字之前 春秋就是历史的意思 其实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史观 记录春秋 所以有国语这本书 国语就是很多国家的语言 留下的东西 他们的春秋留下的东西 但是因为秦始皇 那份书 他不想你那些人记住 你陈国记住自己的历史春秋 不要 烧毁了 第一烧是什么 烧历史的书 所以现在 基本上没有什么历史的书 那时候的历史被他烧了 为什么要留回春秋 留回左转 因为老国 孔子家里 那些人就是 收了历史书 你要烧书 不好了 就藏在墙里面 夹在墙里面 收了那些书 起了墙 遮住他 墙是墙的 没什么 直到后来汉朝的时候 挖出来 所以有老国的历史 就详细些 其他只剩下国语这本书 国语这本书 不详细的 有些历史 但是都是好 所以有些书 人家收了就有 没有的就给长之王 第一 销历史的书 其他书 如果他说 可以留得的 那就给你留 但你看到 去到老子 道德经 论语 墨子 庄子 这些书 就没有销了 因为本身来说 他有一个普通的书 当时都想烧瑜伽的书 但不是烧很多 因为很多的人 收了 这些哲理的书 除了历史的书 还有哲理的书 哲理更加需要什么 需要散文式 或者论述式 你可以看到 当时已经的文艺 或者能力 就写得很好 语法 语调 不同 如果大家看过上书 就真的难懂很多 论语现在我们都容易看到 学一下文言文 就容易接近 我们现在的现代用语 上书真的难明很多 他用的字更加少 更加难明 那个语法 上书可以看到 上书分了四部 正话说 因为孔子家里收了一些书 那些叫做古文书 就是到汉朝的时候流行 我们留下来一般的 叫做金文书 他们流行的 和孔子的长策 那些有所分别 那大家 所谓金文书和古文书 就要对照一下 那什么叫做 史观记的书 有什么叫做是 既是和既然不同 历史的官 通常左右官 左右史观 我们说 皇帝不是那么容易做 为什么 有两个史观跟着你 一个是既然 既然 既你日常的言行 你说的什么都记下 不要乱说 皇帝我记住你 既是说在朝堂上 跟那些神子 跟那些官员 讨论的时候 另外有个史观 记住 所以既然 既是 两个史观 所以每一个国家 都有个春秋 都有个 两个史观 两队 不是两个 应该是两队 两组人 就负责去记录 轮班 轮班 通常他们 回五天班 就放假 两天回家 为什么 因为你跟着皇帝 不能回家 要 丁班 丁五天 然后放两天假 那算好了 一放就放两天假 墨子也说过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历史 不过 没有了 被消了 墨子也提过 后来孔子 整理老国的春秋 整理老国的历史 曾经说过 他整理的时候 那些奸人 奸的 我写得很清楚 譬如他是 杀皇帝 是 这个人 叫做 永留恶名 很多人 就想买通孔子 打听孔子 收多少礼金 写我好一点 不要写我那么坏 有些人做过坏事 就不想孔子写他坏 孔子对不起 春秋 铁德 是这样 就是这样 死了下去 就不能改 所以 我们说 历史 中人 就注重历史 你都怕什么 怕死后 惡名千秋 被人家 永远被人骂 指骂 不敢 所以这个好 读历史 有个好处古人 就是 引以为戒 不要做坏人 不要做坏事 现在的人 不是 没有法子 战国策 亦是说了当时 战国的时候 很多的 散民的集合 即是叫做 合定本 在那个时代出名的 有两部很重要的著作 《诗经》和《楚辞》 《诗经》叫《诗三百》 其实是三百零五篇 另外有些 有条目就没有内容了 现在大家经常讨一件事 他就说 喂 当时就说 有三千首诗 孔子删到三百篇 剩下十分一 是不是那些诗 真的那么差呢 人邪 孔子说他不行 散播不好的东西 不让他留下 要删改他 是不是真的那么 现在在一些 所谓出土的竹简 找到 找到一些诗 在六十篇里面 譬如在六十篇里面 找到一八篇 不是那个 我们现在流行的 《诗经》那三百篇里面 有看到 六十篇里面 八篇 即是有五十多篇 五十多篇 五十多篇 都是 其实 是不是真的删过呢 很肯定 大家现在都同意 很肯定 孔子是删改过 即是真的将不好的诗 抽出来 但那三千篇诗 不是孔子一个人删的 其实 我们封瓦众 很多的诗篇 是那些国家 派那些人去四周围彩封 哪里流行的诗歌呢 他抄回来 抄回来 抄回来两个作用 第一 看下 有没有 讲皇帝好 讲皇帝不好 有没有说我不好呢 那些皇帝 怕那些老百姓说他不好 听下 各地的民谣 民歌 诗篇 第二 就是想知道下 好的皇帝知道下 咦 实在是 我们现在 糧食很贵 很惨 那是不是我们要做些事呢 即是各地的民情 他们是想知道的 即是那些官员是想知道情况如何 那就是想改善民风的 即是改善社会 改善人民生活 那事实上呢 那些国家 每一个国家 诸侯国 这个讲国家 诸侯国 每个诸侯国 他们是有去到山 即是说留下 这个不好 我不留下 或者这个骂皇帝 不敢留下 即是他们本身已经有山 即是有山改过 就所谓叫做篩选过 才被他留下 而去到孔子呢 因为孔子拿了这些诗篇 想说教育 在学校教教书 他再 再来山改过 也有的 那是 那说法呢 就是 现在大致上都同意 那但是呢 最重要一件事 我们讲的诗呢 是诗歌 以前古代呢 是唱歌的 乖乖追溝在河 座之舟 表跳熟 旅 君子 好求 其实呢 很多时候 原来讲话 很文雅的 古代的人 除了不讲粗口之外 其实讲话 人与人之间 都很温文耳雅 类似 有高低音 有像唱歌 你好 早晨 大家好 可能是这样讲话 都不一定 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硬邦邦的 早晨 就是平音的 你好嘛 现在我们讲话 都是平音的 一个音的 就没有所谓的高低音 如果你试一下 高低音说话 就是温柔很多的 读书都是的 其实不用一定说 要有些音乐 一半咒 大家 将那些音调 高低一点 发挥一下 藏似明月歌 任你怎么读 总之你慢一点 快一点 拉一拉它 你想一下 不同的 诗经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另外我们讲 楚慈 先讲讲诗经 诗经 五大类 第一就是历史 就是讲当时的情况 第二就是 讽刺的政治 那些人 常常在那儿 皇帝不好 怎么去讽刺 第三 就是战争 因为 我们知道 夏商周三代 经历二千年 那么多 你说多少战争 多少打仗 打来打去 很惨 老百姓 最惨 打仗 所以那些诗歌 老百姓的诗歌 很多时就会说战争的情况 那种惨犯 第四是生活 就是说生活的情况 苦乐 开心的东西 第五 最多人说爱情 婚姻 一开手 第一篇 所以诗经 就是说 人有感情 但乐而不淫 我们经常说 要不淫 妙挑淑女 君子好求 那是对的 人是有自然的性情 令到美女妄巧 正常的 所以 有这篇章也不少 所以孔子不是要删改这些所谓男女的爱情 或者是傾慕之情 并不是 而是 刚相反 是让那些人的感情 是正确的发挥 只不过你不要奢华 不要说搞到就乱了龙 就不要说骗 有讲到 石鼠那篇 甚至那些人是骗 欺骗 那些贪官也有 那楚慈有不同 楚慈有两个大色 第一就是 说是楚国的屈原 所写的篇章 另一个讲法就是 是楚国的一些诗集 文集 就是西汉时代流向 编辑那本 楚国地方的诗歌站 楚国呢 其实就是指湖北湖南 和我们讲的 广东的一带地方 有少少广东地方 那他们呢 自古以来 就是第一 不同的中原 就喜欢那些什么 很创意的 又讲一些毛術 又讲一些神 多神主义 又很有创意 中原的人就很守栗 不讲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所以 作风不同 所以 坐人就是坐人的 创意鲜明的地方 特征 他们的诗歌 是很飘入的 我们讲湖南有什么 销箱四水 那 那些在山村 有些毛 有些水气 飘逸 令到你有很多创意 所以 那个环境 情景不同 但屈原的作品 本身也是很多篇章 有九歌 九章 天文 但是 那些现代分剧 就说有三百七十三句 就是尼苏 以尼苏作为一个代表作 那为什么呢 因为尼苏说了他爱国 说了他的心境 描写得很好 最后来就 慘了 你知道屈原了 人家的皇帝不听他说 听他说就好了 不用亡国 一脚就 炒了他由于 没得做 令到他 不如去 以那个灵性 去爱国 自杀了 所以呢 这那个情怀 相当好 成为不恼之作 那我们再看看 其实在文学之外的艺术 是吧 好像那种挑剋 象牙 那些图 的词 三星堆 先说一下 三星堆 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就发现三星堆 原来呢 我后来看到 最近 在去年 就再发现到 三星堆 就不只是三星堆 三星堆那班人 那个族 族 后来移民了 去 远离了 那个地方 在另一个地方 仍然是继续做那些面具 那些三星堆的面具 很大的 有凸眼的 有三只眼的 在那个地方 仍然发现到 有他那些铜的 珠造的东西 还有些金 金气 因为三星堆 发现了一个金的权杖 他当时三星堆的时代是什么呢 是夏潮 夏商 都未到周潮 他已经做出了一些 漂亮的铜器 还有金的技术 所以他如果说金的技术 是比中原 就是比周潮 他们还要早 现在最新发现 居然找了二十年 都找不到他们 这些人去了哪 现在去年 就找到 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原来建立了一个 步骤 找回 所以 这个继续发掘 可能在这一两年之间 还要新 有些新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步骤 究竟怎样成为 可能他们 被人赶走了 在那里 赶走了 走路 走到那里的地方 但是那些技术仍有 他做铜器 做金 那些技术有 所以他们是另外一个法治 我们 现在 首先 用个图 温习一下 下朝 下上周 刚刚 就正式 王朝 开始就是下朝 由这个 大雨 开始 你看 他的地方 其实就是 黄河河 和下游 少少很少的地方 只有33万平方公里 你看到 河套的小小地方 和下游 下游的地方 出口的地方 因为那里就是种田 好嘛 他就在那里发展了 维护了自己的环境 就是说 四川的三星堆 就是在下朝 大概下末的地方 下朝末的地方 下朝末的时间 兴起的 他都管不到 其实 所以他就自己搞 自己弄些铜器 自己弄些金器 你管不到 但他又不会打你 你又不会打你 他未至于强大到 他也没有想去侵裂 佔别人 那商朝 下商 你看到 逐渐的领土地域 可以管车的范围 就多了 熟 熟就是四川 就是三星堆的范围 应该来说 可能三星堆 就被其他的族 就赶走了 所以在商的时代 就要走去其他的地方 但是他的领域 增加了 三十三 到七十三 哇 很大 周朝初年 都不大的 多一点 八十九 但你看到 其实就是往了长江 所以我经常说 我的说法就是说 他不只是黄河人肉 所踪的文化 是黄河加长江 你看整个周朝 是什么 整个 长江 黄河 这个地方 全部进入了周朝 范围 就是他能够管车的地方 外围的那些部族 他管不了 是吧 但是 两个大河流 中间的那些平原地方 他管了 他可以收留 直到秦始皇才统一 是吧 秦始皇统一之前是什么 战国 战国最大的情况 就是楚国 楚国和秦国 燕 燕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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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国是向北 向北 向东北伸展它的领土 秦始皇呢 秦始皇呢 秦国就向西 發指 以前没有那么阔的嘛 去黄河 就是中游的地方 中上游的地方 就是不属于周朝的 但是秦国就不同了 秦国自己扩充领土 楚国就向南方 去到廣东的边缘了 整个湖南 全佔了 港西都佔了 为什么 他想怎么 增加自己的土地 就是什么 增加收入 增加粮食 国家强大 就是你那个族 又进来 就进来 多些人 人员 多些的 领土 和多些的 天下 去到秦始皇 不用说了 天下一统 又再增加土地了 这个是初期的 后来呢 整个广东省呢 秦始皇派军队来 五十万大军呢 就要占领整个广东省 为什么呢 他说广东 你不听我的话 要入 所以四个棍 他棍原制嘛 四个棍 就是一样 官如桂林 那样 加上这个 广东的 康安 你看见到吗 康安的初期 反过来 反过来 原本是秦始皇管的 广东 越南地方 他就放弃了 他管不到 他怕 派兵去 他没有派兵 所以当时呢 有几个南越国 就是 叫做赵台 就是 秦始皇派那些 部 将军 秦国大乱 他就自己叫王帝 自己秦王 所以叫南越国 南越王 当时呢 汉朝呢 就没有军队 没有那么多军队去打他 哎 搞得他啦 所以呢 生存了一段时间 叫南越国 所以呢 你看到了 那边秦王 后期 最终不行啦 最终是被 看朝 尤其是看武帝 看武帝 几乎都 征服你啦 看武帝要武 武功啦 所以你看看 整个新疆呢 都已经被他佔了 是西藏佔不了 看朝 看帝国 就是 中期鼎盛的时候 整个中国版图 就给他啦 看 差不多呢 除了西藏之外 和这个 满洲那边呢 就和现在的 情况差不多啦 好了 我们 看到那个 在那个 土地上的增加 你可以看到呢 整个中国文化 中原文化的抗充 和它吸纳 都很重要 好了 秦始皇 秦始皇 最大的 改变 就是 制度 我们说 周朝 就是 中法制度 就是 分封制度 秦始皇 就不是了 秦始皇 改变了 家庭 就是国家 国家家庭 周朝 为何分封呢 就将那些 周的族人 和那些 有功的将军 分封去全国 为何呢 他说 麻烦你帮手 看看 保护着我们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周朝 去到十一代 十一二代 我都不懂你 大家 亲戚都变成了不是亲戚 还要打起来 所以 秦始皇 不行 一定要中央集权 有三个 第一 皇帝 是国家元首 至高无上的权力 全权统一 中央的机构 由三公九卿 两级来管理 地方行政 另外 分棍严 两个制度 棍严 其实等于 州 或者省 一个省 中国叫省 省和严 两级管理 还有一个 选言 任能 谁可以的 就用谁 虽然不是考试 但是 他有个平衡机制 我们在后面会说 他有个机制 因为 天下大乱 现在 我就要有个理想 和秦始皇统一 以前 你看到 那些三皇 夏朝 商朝 那些地方都这么小 如果我的地方这么大 我比他更好 所以我比三皇 比五帝 所以我叫做 拿了三皇 这个皇字 我说五帝的帝 我说皇帝 我始皇帝 我第一个 华天下 统一的 大统一的皇帝 对吧 他的理念 就是对吧 那么多人现在说 你哪有 他这么有道德呢 没有言德 你都靠打的 人家以前是什么 靠推举的 靠别人说他帅 他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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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你要打回来的 你要杀人的 要侵占别人的 分别这个 道德上 理论上 你看咸阳和寒丹 寒丹就是召国 再过就是齐国一带 咸阳就是现在的西安 秦国的首都 秦朝因为太短 我怎么看到秦朝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看成秦制很重要 看朝建立了 想想我行什么制度好呢 像周朝什么制度好 或者跟秦朝制度好呢 想想都是秦之王制度好 中央集权 就不会怕那么多的纷争 我们都是要打一统的 有权力的人当然想打一统 不想人分他权力 希望主有尊己之威 神无百年之病 如果权力下了 让大臣静静下 他有权就麻烦了 影响君主的能力 希望拼一海内 以为郡月 天下和平 所以他用了郡元制 仍然用回郡元制 但他又不用郡元的名字 他要叫道 叫道 叫道 后来又改一下名字 但想着想着又不是 他又分封那些王族的自己 刘邦姓劉那些 分封些 给他们一些地方帮忙 他因为怕那些 帮他打天下的手足 那些将军 就反叛 第一 就杀了很多的将军 但仍然分封 汉朝仍然用回郡元制 但有分封有夹着用 叫做什么呢 两样并行 似乎好 但最终都搞出一个和 叫八王之乱 那些王族 夹着 最终都要爆发战争 在汉武帝之前 那些王族夹着 不如我们几个夹着 打回天下 我们都是姓劉 我们是皇帝 他说这个皇帝不好 我们自己选过一个 我们作主 搞出一个八王之乱 所以早期是有分封过那些皇帝 但之后就削回了 他说那些皇帝 那些皇族 只可以享受 给你享受 王族 有钱 但不准你用兵 完全一些兵都没有 一些权都没有 在地方上没有权 只是做有钱佬 强本干 弱枝业 八王之乱 乱了十六年才能平静 因为他有兵 有兵就麻烦了 你有钱 你不招兵买马 没有事 你有钱就好 而且姓劉 算了 但有兵就身痕 恨恨恨恨恨 最重要的改变 就是土地才有制 以前在周朝的时候 甚至商业买卖 都要经过官方官办 在战国的时候 刚才说 那些人工都没得做 可以做教书 没有教书做些不识字 做买卖 做买卖就最好了 除了买卖手工艺之外 买卖田地也可以 大家不要认为现在才炒地产 那时已经炒地产 但那时候炒的地产 是炒不是有房子的地产 而不是在种田地 田地又肥不肥肥 很重要 那些田地肥肥肥 就是种一些漂亮的东西 还好 我霸了这么多地 不如买回套现 有些人有钱 就囤積居其,一买一买就赚钱。 所以当时的私有买卖的田地,开始有了,开始发白了。 因为在那些兼职上,有些王族就被人杀了,灭了国家, 那些地方没人要,没人要,大家斗霸, 除了被侵占国占领之外,当然有些地方, 就算不是最肥的那些, 有些次等的也好,便宜一点。 所以在私有地方,就开始有买卖。 这个朝初是做御史大夫的, 御史大夫的意思是做监官,就是说监督, 但是他就惨了,他本身来说是正的官, 但是他就呼吁说有买卖,土地也好, 但是在七国联合的十几年,就无端端被人杀错了, 杀了。 因为要买卖土地,而且汉朝又准许大家买卖土地, 那便要立契约。 这个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历史上, 开始很少有的, 当然这个买卖契约, 虽然奴隶解放了, 但是仍然有卖新的, 卖女儿的,卖奴隶的, 仍然是要契约。 契约,立了契约, 大家要遵守。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法律的依据。 如果大家没有法律的依据, 我立了契约, 我不信, 不信, 不信, 大家要毁约, 不信, 没事了。